平川树令镜天天亮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特斗杯的比赛 由兽族对抗亡灵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LR最后的避难所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林呱呱 这名选手打法比较喜欢的跑家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亡灵选手120 目前我们国内亡灵人物的代表人物操作非常的犀利 好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兽族这边选择的是一个先知的首发 先知配猎头 是吧 这边造好了战争模仿 最近这一套打法非常的流行 甚至是内战打人族 打任何种族都可以用这种战术 而这个战术最早使用的居然还是瓜哥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这边 120首发的是小强 强哥 地区领主小强强哥 那小强强哥的话 八成还是一个开分框的打法 看来这边造了第二个通灵塔 那是小强配小狗的一个打法 这边拍了一个小射神过去侦查一下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 受住这边造了第二个地洞 那也是慢升本的一个打法 看一下这边英雄马上出来 首先呢是练一个小点还是直奔分框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选择 小强上来我们看一下直接卖TP非常的果断 卖TP买了一个腐蚀之地 还买了一个显影之城 就怕对方出剑胜 先知这边也非常的果断 也没有练击 直接朝对方的分框过来 盲猜也猜对了嘛 也大概知道对方想开框的一个打法 好过来 首先压一下对方的这个432这个点 王林现在开始练 直接放下了腐蚀之地 看一下这个五级蓝胖子能出一个什么装备出来 这个地界人也叫莫菲斯安 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像牛奶的名字 这边先知过来打了一个紫药水 上来的话看见对方开分框 能把这个通灵塔给打掉吗 好像可以吧 他没有去A了 A了还是A掉了 把这个通灵塔给打退 接下来看看王林的话 继续放通灵塔 兽足一个猎头一个先知 好像还是有点难阻止对方开这个分框呀 那咋整呢 绕过来 现在有两个猎头了 偷一下对方的一个狗也可以 但是现在小枪没有二级 还有发挥的一个空间 小枪一到二 先知就很容易被围了 这个狼要被带走了吗 这个狼被带走 这边小枪还差12点经验 升到二级 那这边一直想围 围住对方再再杀一个单位 小枪就会升到二 一升到二 那先知基本上前期骚扰的空间就很小了 小枪随时可以戳一下 然后一个围杀 这边造了两个通灵塔 还是比较的谨慎 家里的哈 原原不断还在捕小狗过来 这个通灵塔又要退掉吗 一个狼来养 也是退掉了 这边猎头过来 差一点差一点围住了 好可以的 这边狼A掉 现在升到了二级 刚到二级直接发起进攻 一个围杀 差一点差一点围住 这两个小围杀还是有点小瞎次 竟然没有围住这个先知 先知还敢过来 现在的话 狩足是猎头数量有点多 慢慢来消耗一下血量 先知的走位要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被对方给围住 好 现在看看往里 终于还是把矿盖子给放下 再不放的话 这科技进度落后有点多 我们看一下这边狩足的一个科技 好了 继续招出来 这边通灵塔的话还是选择否掉 那现在冰塔造好了一个 好 终于这一波把先知给围住了 好 先知一围 交一个TP 看一下兽足二本 马上升好 亡灵这一边的话 还是一本 但是没有资源去升 这个矿盖子的话 还被打退过一次 那现在继续造 这一波亡灵确实啊 开分跨拖的时间有点长 赶紧练一下这个雇佣兵 后续是吧 可以源源不断的买雇佣兵来打 毕竟没有科技 只能靠兵来打 我们看一下兽足这边 先知赶紧练一下这边的商店 练到二级又可以继续发车了 看一下这边二本生好 为了防止对方的小狗过来挠 生了一个尖刺障碍 这一波小细节做得非常的不错 好 这边直接派了两个小苦工过来造塔 可以的 你开分矿 我替阿尼主矿 有想法 但是两个塔好像造的有点过于里面呀 太里面了呀 稍微造等这里来也好 但是操这里的话怕对方发现 好 这一波先知 猎完这里打了个大无敌 二本生好 我们看一下要不要出个女龙老牛 这边还是选择一个中猎 迟迟没有出本族英雄 双方在中间一碰面 都是往后退一下 非常的谨慎 现在王林这边还是主要是小狗 小狗打猎头看看能不能冲上去 是吧 这家猎头走位控制都好 打这个小狗还是比较好打 现在还在好 现在兽足有资源 发了一个火魔 火焰领祖要TR了 这边两个塔已经葬好 尖刺障碍升好 你看这里还暂时还没有去升这个城防 城防一升啊 这个塔就比较的硬了 现在兽足顺势再练一个点 先把这个商店给练完 王林过去对方分框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开分框 过来一看 发现对方还在这里练 暂时不去分框 双方这里又要开始正面进攻 双方打的都比较谨慎 目前兽足还是比较的强势 王林还是稍微后退一下 雇佣兵买了个绿皮一个黄皮 这边继续招出小甲虫过来 小甲虫扛一下伤害 看看 现在小强身上的蓝也不是很多 那过来终于发现 对方已经造好两个塔前线的话 造一个商店 后续通过这个商店 远远不断的补给 这一波 哦呦 先知到了三 小狗扛不住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二级狼一招出来说闪电链一输出 这边背靠这两个塔 守护族好像站稳了 那接下来就考虑推进了 赶紧再造一个塔 说实话这两个塔确实造的有点远 第三个塔还可以 狼继续咬了一个小狗 这边把黄皮给解决掉 火焰领主升到了二级 那现在 这一波输出就非常的高了 亡灵现在扛不过这边 赶紧往后撤一下 对于亡灵来说 现在是尽量拖对方的时间 让自己的主框能多久撑一点 好 现在 110这边把小狗给拉出来 小狗拉出来 先把这个塔给打掉 这两个塔处理不了 所以说这边亡灵怎么办 亡灵现在分框升二本 要转蜘蛛了 这边粉厂粉厂 马上造好 马上造好之后转蜘蛛 蜘蛛的话慢慢和对方拖 看一下兽足 再把这个地精实验室给练完 这边打了一个吹风 吹风不错 关键时刻可以把对方英雄给吹出来 好 小强继续买 买雇佣兵 这边333也全部练完 现在兽足看怎么去推进了 城防已经升好 这边还造了一个地洞 那现在慢慢拆外围的一个建筑 王林现在开始捕蜘蛛了 看一下家里的话 双兵营 那接下来还是要出一个车子 没有投石车的很难打 这边已经有一个车子来到了前线 有点少一个车子 至少要两个或者三个 那现在小强这边小甲虫找的又是有点多 小甲虫一直和对方换血 这一波突然发难想围对方的英雄 但是小强却是有点硬 围一下没有围住 这个围杀有点粗糙 小狗往前冲 还是非常有上升空间的 这个围杀 那现在小甲虫 小甲虫数量的话 一般般也不是特别的多 狼继续疯狂的输出 小狗有点扛不住 后续主要靠蜘蛛来打 现在小强状态不是很好 也不敢往前冲 二级狼打掉一个 小强升到了四级 四级之后 这边受存没有继续去补塔 而且头十车只有一个 有点不太够 一个头十车 还想继续补一下吗 这边补的是猎头 并没有补车子 那相方现在来就是打一个拉锯战了 从八分多钟开始打 看看能打到几分钟 这一波的话 这个塔位置还好 那另两个塔 确实完全东西也设不到 那现在开始疯狂的杀对方的一个蜘蛛 好可以的 一个蜘蛛杀样 现在兽足说实话 输出主要还是靠这两个狼 加上这个火焰领主 猎头这个输出倒是一般般 而且猎头许量啊 非常的少很脆 好 火焰领主升到了三级 找机会能不能把这个绿皮给解决掉啊 这个绿皮输出还是有点高的 现在车子的话不带好去砸对方 建筑 蜘蛛反扑了一波 不过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兽足还是扛住了 那继续拆一下外围的一个建筑 看看也没有机会杀对方的一个英雄 刚才的话 兽足是造了一个兽篮的 兽篮造好狼旗一出来 可以找机会秒对方的一个英雄 英雄一秒那还是非常有机会 好 现在王林开始出这个DK 死亡骑士一出有C的话 小强就稍微安全一点了 小强这一个戳 戳得非常不错 什么二本身可以随时买法力钥匙 这边猎头有点扛不住了 有点扛不住 好 二级狼招出来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消耗一下这个小强的血量 小强扛的有点多 马上被打成一半血 往后继续拉一下 好 第二个车子过来了 第二个车子过来了 但是这边狼旗还是刚开始声望 兽篮早早造 但是一直没有出狼旗 单框确实没办法 他造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多 现在先知升到了四级 四三的等级 打这个四级 是吧 然后这边DK刚才没有出来 那再一次造祭坛 继续补一下DK 现在兽子继续疯狂的输出 哇 两个车子砸这个主基地 砸的有点伤 农民的话拉出了四个来修 这边小强一挫 这个小强有点危险了 好 这个狼卡一个位置 卡一个位置 哇 非常的秀啊 两个英雄一个暴输出 直接把小强给击杀了 那小强阵亡之后 亡灵这一波有点危险了 我们看一下 哎呀 商店可以去买个药膏 火焰领主把小火灵给招出来 慢慢的去推是吧 现在蜘蛛 哎 蜘蛛想去点这边的一个车子 往后拉扯一下 好 DK出来了 DK出来 哎呀 兽数被对方给包夹了 赶紧贴一个加速 好 亡灵现在也出一个角落车 狼奇终于出来了 狼奇要不要往一下 好 把这个网住 这个车子可以打掉 另外这一边的话 自己的车子也及时拉到塔下面 可以的 守住了 好 第二个车子也出来 那这一波能把这个车子给打掉吗 好像有点难啊 对方分框这边两个冰塔 哎 哎呦 这边火焰领主被蜘蛛给围住了 这边要交一个大无底嘛 无底能顶出来啊 无底搅过去了 大无底一顶 那现在还是继续杀对方的一个蜘蛛 杀完之后赶紧撤一波 大无底的时间还是有点长 DK身上好像还是一发C差一点 好 这一波双方混战之后啊 兽数猎头死的数量有点多 赶紧补一下状态啊 两个车子继续砸 现在是没有砸基地了 开始砸对方这个通灵塔 DK DK一个人带着蜘蛛居然还能防住 好 这一波又来一个吹风 还想杀一下对方这个英雄吗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有没有围住 诶 好 一个狼旗补了一个网 可以的 这一波又把DK给杀掉 哇 亡灵双英雄阵亡 10这局打的有点难 有点难 火焰领主升到了4级 继续疯狂的一个输出 哇 这 二级狼能咬到吗 哎 咬不到 这个车子还是及时拉了进去 那现在的话 这个车子是不是有点过于往前 好 狼旗 继续来一个狼旗 两个狼旗疯狂的拆 干净看能不能拆掉啊 这个红塔要是能拆的就稳了 但是很难很难 好 狼旗继过去咬一下蜘蛛 这个车子也要打掉嘛 先知赶紧再A一下呀 现在A蜘蛛 再A一下这个车子 现在兽组三本都升好了 三本升好成了一个大猎头 继续疯狂在这边的输出 哇 现在亡灵双英雄不在 确实很难受 好 小乔终于出来了 小乔终于出来了 那现在继续修 这边非常非常坚挺 这两个塔 这边的农民一直不停不停的修 现在兽组反应过了 我得先杀你的农民 农民不杀 这个塔确实很难处理掉 好 小乔单传到主框 单传回来要救一下了呀 现在商店还是源源不断的 可以买一些药膏 买完之后出小甲虫 小甲虫继续来守 哇 这一波先知 直接从二级还是三级 达到了五级 火焰领主从一级达到了四级 那现在亡灵的话 资源还是慢慢恢复过来了 英雄复活 然后DK再复活 这个小强一戳 哎 火焰领主有点危险了 好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资源 受阻主框3700 感觉赶紧要拿下 再不拿下 主框没钱就难受了 那现在车子过来了 车子过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绞肉车 远程恢复能力都有了 三级隐身狼啊 现在受阻主力输出 三级隐身狼主力输出 那现在亡灵的话 没有300是吧 没有毁灭啊 处理不了这个三级隐身狼 三级隐身狼继续招出来 好 继续疯狂的输出 这边猎头全部被戳晕了 哎呦 有一个角落车被打掉 现在想围想围 好 继续想围 但是火焰领主自己也很脆啊 小心一下 往后拉 这一波双方打的真的是 荡气回场 打的还在疯狂的打 一个进攻 一个疯狂的防守 那现在小强的话 离五级也越来越近 感觉到五级 收阻就没打了 五级是吧 三级戳地板 这些猎头全部扛不住 那现在又退到塔下 退到塔下 防守一波 看看哎呦 这个基地可以A掉 这个基地可以A掉 哎呦 农民反应过来 又在修 两个三级的隐身狼 然后面开始屠农了 两个车子现在打掉了一个 现在仅剩一个 看看要不就剩一个这个燃油啊 燃油的话砸起来效果好一点 好 撒一八肥 那终于看到了这个第三级的隐身狼 现在收阻这一波又几截一大波部队 好想硬冲吗 好 过来截对方的一个蜘蛛 蜘蛛一截再去杀 看看这一级先只能打到六级是吧 六级到时候放个地震 拆的话也速度快一点 继续杀对方的车子 车子干掉了一个之后 火焰领主四级半 小桥又一个戳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又秒一个英雄 好 又秒DK DK位置有点差 疯狂疯狂走位还是走了出来 一方C把一个蜘蛛给抬了回来 这边猎头稍微冲的有点太靠里了 猎头真的是好脆 被这边的塔稍微点一下 掉的就有点多 现在蜘蛛又一个蜘蛛被杀 这一波小强小强 小强身上有药膏 买了个法力药水 反手就一戳 就戳到了五级 身上的话还有回程 现在这个基地也是非常的坚挺 拆了一万年也没有拆掉 这个闪电链没有闪到这两个蜘蛛有点亏 那现在他生的好像是不是 小甲虫 小甲虫这一波输出也是非常的高 现在越打到后面受阻越难打了 我们看一下 从8分钟打到17分 这一波进攻打了将近10分钟 现在主矿还有2200块钱 还有2200块钱 有个受阻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火焰领主 火焰领主差不多也要到五 先知的话是五级半 现在继续杀一下小甲虫 还有这个小甲虫 升的应该是三级的小甲虫 输出非常的高 一直在往外面冲 这一个甲虫好像要顶一两个蜘蛛 现在我们看一下打了将近18分钟 终于把这个基地给拆掉了 但是对于王林来说 拆个基地影响不大 是吧 农民继续采矿再采矿 反正科技的话在分矿这边 现在王林是想打一波反抽吗 王林现在继续招小甲虫 三级隐身狼 又是主力 这一波小甲虫的位置也非常的不错 几乎全重 现在火焰领主四级一大班 马上要到五级了 但是这边独流车呀 这个车子没解决掉 王林这个恢复能力实在是有点强 感觉一个小桥啊 出这个小小桥 可以打这个兽数一堆部队 双方打了一万年 但是现在王林是双矿再少是吧 一换一对于王林来说他还是很赚 这个车子马上要被A掉了 狼气要不要往一下 现在继续开始出这个疯狂出车子 科技情况王林三本已经升好了 三本一升好到时候毁灭一飘 再打下去那留给兽数的时间 确实不是很多了 看一下王林现在主矿还有三千多 这边兽数还有一千多 那没办法了呀 要去开矿了 不开矿的话后续打完没有钱还是输 所以说这一下兽数被迫放弃这个前线 要去开分矿 分矿一开那王林终于有时间啊可以稍微的好好研究一下是吧 后面怎么打了那接下来好先把这些有威胁的一个建筑全部给拆掉 好三发乌鸟 乌鸟到时候在这里买个毒球 王林三本科技已经全了 那接下来就是飘毁灭了 先把这些建筑全部拆掉 先知过了前线啊 还在采购一波 最后利用一下这个商店的价值 火焰领主也是终于升到了五级 分矿开完买了一个迷你基地 分矿开的还是有点快 分矿开完接下来的话王林要来一波非常强势的进攻了 这边继续疯狂的拆 小强真的是硬啊 这里加了个力量加6 1150刀地的血 那这边通样是五级啊 先知六百多 火焰智力型英雄啊 和这个力量型英雄差的就是有点多 一发C再把小强给抬起来 先知的话要高买的差不多啊可以退一下了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人口啊 现在兽足是43 亡灵46 双方人口差不多 但是后续双方的一个资源差的确实有点多了 现在这边主矿还有2700 这边460 兽足主矿马上要踩空了 毁灭现在能飘了吗 兽足交了一个加速 看看能不能秒个英雄 上来的话无妖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DKDK有点难受了 DK升到了三级药膏一吃 哇 生了一个吃可以的 生了一个吃啊 吃了一个蜘蛛 那血量恢复的差不多 然后换了一个TP给他 DK这一波还是没有被杀死 TP到分矿 那现在毁灭能不能飘了 毁灭的话还在补毁灭车子 主矿补了一个大目的 只要你农民被杀的话继续可以补回来 兽足这一波突发危难突发难 还是没有突然发难 还是没有把对方的英雄给杀掉 这边继续补蜘蛛 补这个毁灭车 现在车子稍微恢复一下 可以选择进攻了 接下来就是亡灵进攻的兽足 现在还是靠这两个三级的隐身 真的是MVP的MVP啊 源源不断的干活 干了非常多的活 现在乌妖买了一个无敌 加上这个群补 先练一个大典 七级黑胖子 没准能练一个神装出来 兽足继续绕 要拆分矿吗 分矿两个冰塔还是有点难解决的 这边一直在拉扯这边的一个农民 现在看看七级黑胖子 马上这网 能打一个什么好装备出来 打了一个大法师光环 完美 就要这样一下三英雄 这个蓝是吧 不会那么缺了 选择TP 回救一下自己的分矿 TP位置也是非常的谨慎 没有往前 TP完之后 接下来的话会灭飘起来 可以发起进攻了 这个三级隐身了 暂时没有险身 看一下有没有买个回程 现在小强身上继续练 这打得非常非常有耐心 我继续练也不找起进攻 反正你出猎头后续正面完全没法打 兽组看看能不能转型啊 转一些什么 也就转型这个飞龙 但是这个资源转不起 出点磕多是吧 后面看看能不能出点什么黑白牛 感觉很难 转型很难转 这边没有练这个大点 先把小点解决掉 现在英雄等级是532 532 乌鸭看能不能练到3啊 回面往前冲看看 侦查一下对方的分框一个情况 收阻这边的话去练 三发了一个老牛 老牛的话升到了二级 也是双五加二 这边的话看看 DK还是等级有点低 没有到四级 双方想正面打了吗 回面 回面 这边没有造一个阴影是吧 还是看不见这个三级隐身了啊 继续无敌群补采购一波 现在选择进攻 受阻这一波的话 磕多出 然后猎头 这个部队还是有点脆啊 小强五级半 非常的肉 先往前冲 找机会戳一下 好 这个一戳出的还可以 磕多这个位置有点差 马上被秒 造了半天磕多是吧 本来想提高一下部队的一个输出 结果呢 位置不好 一瞬间被秒掉 过来继续拆 兽篮要拆掉了 兽足的话 哎 先练波级 先把老牛和能不能练到三 然后再造一个商店 这一波 再分框补一个兽篮 英雄 两个英雄稍微的回避一下 是吧 让老牛单独吃一下经验 哎呀 没有练完的话 毁灭已经飞过来了 好 三斤隐身狼被吸掉 哎呦 还有个猎头 被这个中立怪 被网住了 好 接盘一下这波的怪 哎 留给兽足的时间 基本上没有了 看最后一波 能不能杀对方的一个英雄 dk 三级dk 二级巫妖 小强的话 五级半 哇 兽足这边的话 面对对方还出这个胖子 这个胖子是有点肉 好 老牛一脚一踩 马上被打成残血 身上吃了一个药膏 身上还有个无敌 看看要不要顶出来 小强继续去追 这边有五级的火焰领主 又被戳一下 是吧 隔树一戳 隔山打牛 五级 五级的火焰领主倒下 这一波很难打了 哎呦 两个三级隐身狼 一瞬间直接被毁灭给吸掉 哎 冰败如山倒呀 兽足 好 现在老牛终于升到了三级 找机会一脚 无敌顶起来踩一脚 踩得还行 六级先知放一个大招 哈哈 可以的 比赛可以输啊 大招必须用出来 小强的话一戳打断 好 受阻打出机械 我们恭喜120 哇 这一局的话 其实受阻也是非常的有机会 这一波TR是吧 防守一反攻打得非常的精彩 好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